文外第四年,听上去就是个漫长的时段,这四年里,金贤仲经历了大概是人生路上最困难的时期,缘分总是奇妙,九岁时偶然遇见正在公演的徐太智,便决定了以后医生要追寻的方向,就是这次遇见,让金贤仲开始的叛逆,纵使获得数学第一名或数学第一名。 这中文满分也阻止不了,他心中对音乐的向往,偷偷打工赚取学习音乐的机会,到后来学习之余的时间,已经远远满足不了他的渴望,义无法顾的退学,瞒着家里人出走,不安事事的他被不良经纪公司哄骗,差点就签下八王条约,这时候的金贤仲十五岁,欺骗,取笑,不理解,大约就是靠着少年人特有的血性。 日复一日的拼命练习,或许明天就是机会,十九岁时,他终于被选中,成为SS501的队长。 可那时候韩国偶像团体太多太多,东方神奇,少女时代,Sup Jr这些大热的团队像一座难以跨越的山阻挡在他面前,可那又怎样,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,不管怎样,都要全力以赴。 此后,金贤仲带着他的四位成员不停的接通告,不停的演出,他很清楚的明白,倘若不抓紧时间,就会很快被新人取代。 2008年,韩国偶像男子的导演找上他饰演之中的花格类,或许这个角色并不需要什么演技,按现在的话来说,只要有张脸就够了。 可是一路科半果,来的人怎么会相信街上有这么好的活体,无数个神医一遍又一遍的练习台词,对着玻璃窗想象,这就是一生至爱。 最后这部剧火变了整个亚洲,这次他终于火了,而且是大火特火,亚运会邀约他来中国广州趁热出东方,韩剧恶作剧之文,请他做蓝主角。 中越哈三国的巡回演出,目不暇节的行程,让他难以找到些许缝隙睡上一觉,每日里高强度的工作让他疲惫不堪,身体难以承受的代价,就是他在一个综艺里倒下被送到医院抢救。 上帝大概还不想收回这个努力的家伙,醒过来的他开始调整自己的作息,同时也开始,酝酿着转型,荒美男的形象根深蒂固,转型并非一世,于是他更加辛苦的锻炼,腹肌,人余线还不够。 他揭拍了动作叫男的两部剧都是蒸发和感激时代,大约像是每个年轻人都会经历的一个事情。 他经由朋友,遇上了问女人,这个在恋爱里的愣头轻小心翼翼的倚藏着恋情,可是他没想到这位女子目的并不在于爱,而在于钱。 他给处于上升期的金贤中带来了几乎是致命的遗迹,他对媒体透露的信息在使他获得钱财的同时,也让媒体蜂拥而至,爱情大概就是这样,爱着的那个人总是被动,曾经刻骨铭心的爱语,让他难以接受现实。 他甚至忘记了辩解,任由媒体兼由加粗,恰好这个傻小子兵役时间到了,两年的兵役,暂时让他远离了媒体,可这也成为外界再一次的实锤。 两年后归来的傻小子终于开始接受,一直判去海外的侵拜,这段维持了四年的官司终于落下帷幕,或许这在外界眼里是茶余饭后的谈资,笑脸或者狗血大致, 但这就是金贤仲实实在在经历着的四年,金贤仲回归后的第一首歌叫Wait For Me,轻尧的吉他声,稍显盼淡的背景,他一个人孤单的坐在中央,歌迷很容易流失,归来的他并非王者,演唱会上,望着依旧满座的歌迷,这个32岁的男人小心翼翼,的询问,是否还喜欢听他的歌? 请客间歌迷类目,他不是王者归来,但是在粉丝心中,他的魅力依旧难以抵挡,当许多人猜测他能否回归盛名的时候,他带来了回归后第一部剧《当时间停止时》, 这次他将饰演一位拥有让时间暂停的超能力者,一位过着寂寞生活,不用担心时间流逝的时间旅行者,不知道在经历过人生大体大福的他将会如何去诠释这个角色,但小编相信,他一定会交出本让自己满意的答却。 这部剧是小编时月份最期待的好剧,32岁的金贤仲同时9岁的他一样帅气,时间在他脸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,只是人生的阅历让他变得更加成熟。 一个弹指,就能让时间暂停,真希望小编能拥有这个能力,然后暂停时间,跑过去拥抱一下我们在青春年少时,哎,过到偶像,不知道大家对金贤仲回归,后的第一部剧是否期待呢?小编是非常非常期待的了。 谢谢大家